大家好,我是學良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CASIO MRG G2000CB 首先講到MRG這個系列 它是G-SHOCK之中最高階的一個系列 它延續了G-SHOCK的基本概念 即強悍和功能性於一身 MRG跟G-SHOCK比起來 一般的G-SHOCK比起來 它在用料上當然等級更高 而且採用了許多的創新的科技 這次我們稍微介紹 從另外一款開始介紹起 這一款是所謂的 它的型號是G-2000HB1A 它的特色是在它表圈 它用了一個古老的鎚鎚工藝 鎚鎚就是鎚子的鎚 鎚就是鎚力的鎚 它的原理就是利用鎚子在金屬表面上敲打 產生不規則的坑洞 有點像高爾夫球的表面 上面再經過DLC的鍍膜處理 讓它兼去職人的手工特色 再加上強悍的性能 回到剛才講的主角 MRG-G-2000CB 這一款呢 它延續了之前這個 G-PW-2000 這個飛行錶 Gram Master的特色 就是在機性功能上 它依然具備了 所謂的三重的 這個教室的功能 它有GPS 有電波 那另外呢它還有一個 這個最新的技術 藍牙功能 讓這支錶呢 不管在任何地方 它都能夠隨時的 這個校正 得到最精準的時間 好那我們稍微操作一下 它的這個 功能的顯示 在左下角這邊 它有功能鍵 你只要按壓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設定它的功能 那它的功能會顯示在 左上角這個視窗 以及這個表盤 跟右邊這個視窗 我們先長壓一下看看 長壓一下之後呢 它就會 這個 調整到第一個功能 就是這個計時馬表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它指針的運動 運動速度非常的快 因為它有六個 這個 驅動的馬達 那再來呢 再按壓一下它就會到 第二功能 就是倒數計時 然後第三個呢 是 鬧鈴設定的功能 那像現在在off 那你可以設定 它是on或者off 那另外也可以 藉由龍頭來調教它的 鬧鈴的時間 再按壓一下呢 它就會回到 一般正常的指示的功能 但是回去之前 你看左邊的這個表盤 它就會先顯示你的電量 然後最後才 這個 回到正常的時間 那它時間顯示上面呢 它除了有 我們現在看的大指針的 這個當地時間之外呢 在六點鐘方向 它也有一個 第二地時間的顯示 那這個可以設定 全世界三百個不同的都市 來做設定 那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稍微 稍後再談 那 另外呢 在十二點鐘方向呢 它也有一個 這個二十四小時制的顯示 好 那這一次的 這一款 MRG G2000CP最大的特色呢 除了功能非常完整之外呢 包含它的這個結構 依然延續了MRG的所有的強悍的性能 譬如說包含了這個 耐衝擊的這個結構 那 這個二重硬化的這個表殼的處理 那所以它的硬度 是大概一般鋼的這個四到五倍 不會適應度到1600到2000之間 但是這一次的設定呢 它滿有趣的 它的設計概念是來自於伊達正宗 在日本戰國時代呢 它有一個這個所謂的黑背軍 它的所有的這個盔甲 都是完全漆黑打造的 那因此呢 這支錶款它的設計的概念呢 整支錶都是完完全全都是 同一的色調就是黑色 但是在這個黑色之中呢 又有許多的層次的變化 這個是另外一個技法 叫做莫無財 所謂的莫無財 就是說呢 莫雖然是只有單一種顏色 但是藉由莫色的深淺呢 它也可以產生 這個不同顏色的一個變化 就像有紅塵藍綠黃電子 各種五彩的繽紛的顏色的變化一樣 所以在這一款這個表殼上面呢 它也採用了一個全新的創新材質 那這個材質呢 它的名稱叫做 那這是一個完全全新研發出來的材質 它是由菇跟烏兩種材質所構成的 那因此呢 它具有非常好的延展性 而且呢密度比較小 所以可以達到一個輕量化 而且呢硬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那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說呢 它可以藉由鏡面拋光 來達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鏡面反射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剛做完膜是這樣子 那經過了打膜跟DLC的處理 最後會呈現像這樣子 宛如鏡面拋光一樣的色調 這也是這一個 這一個材質的一個特色 那至於它的錶殼本體的部分呢 則是由鈦合金所打造的 那也同樣經過了DLC的這個二重硬化的處理 可以達到一個非常高的硬度 那總而言之呢 這一款萬錶 它在性能功能上面呢 這個具備了GPS跟藍牙 以及這個電波三重的這個校正功能 那在材質上面也有非常創新之處 那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說呢 它因為具有藍牙功能 所以呢 所有的功能呢 都可以跟手機直接連線 你手機只要下載一個叫做 這個MRG Connected的這個功能 你就可以去很容易的去校正它的所有的時間 那包含它的這個時區的功能 因為我們知道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時區呢 它有所謂的下令時間 那下令時間就會根據不同地區來做設定跟調整 那也可以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手機的APP上面呢 做很簡單的設定 而且呢 現在呢 你只要購買這一款 這個MRG 這個G2000CB 一般的這個保固是三年 但是它現在為了要 這個推廣這個APP APP 下載APP 你只要下載這個APP呢 它就可以再延長保固兩年 因此呢 可以達到五年的保固 那當然在這個使用上面呢 就更有保證 那它的定價 以這一款G2000CB來講 它定價是在12萬台幣 12萬台幣 那至於剛才所提到這個垂起工藝的這一款萬表呢 G2000HB的部分呢 則是165,000 當然相對於一般的GSHOCK來講 你會覺得這個價位是完完全全兩個不同的境界 但是你要考慮到它所搭載的全新的功能 最高級的物料 以及這個獨特的設計 和它的工藝等等 這算是目前CASIO等級最高的一款萬表 那對於喜愛CASIO 然後想要更升級的朋友呢 也許這是一個可以好好認識的一個系列 推薦給大家